热转印纸怎么进行转印? 转印纸都会使用转印技术 假若要有完美的印刷体验 转印纸材的挑选就非常重要 然而转印纸的材质有哪些呢? 以下将介绍四种常见的转印纸材质 一、感压转印纸 感压转印纸是利用加压来进行转印 将想要印制的图像印制在转印纸后 一张感压贴纸就轻松完成了 只要把这张贴纸粘在想要转印的地方 像这张贴纸施加压力使其密合后 图像就能够完美地转印在商品上 是文创产业中常见的设备物品 二、深色转印纸 深色转印纸主要用于深色衣物 是一张类似胶膜的白底贴纸 用于各类耐热布料 由于深色转印纸有白底 透过该转印纸转印的图案会更加显色 提供你转印T-Shirt、帽子类等布料织品的最佳选择 三、浅色转印纸 浅色转印纸如同透明转印胶一样 应用原理是将彩色墨水吸附在透明胶内 再转印到浅色的布料上 因其材质特性会在表面产生亮面印刷效果 浅色转印纸常用于白色棉麻类的布料织品上 四、热身滑转印纸 热身滑转印纸需搭配专用的热身滑墨水一同使用 热身滑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尤其适合转印在白色物体上 透过转印纸转印的图像颜色鲜明、细节精致 热身滑是透过气态与固态转换达成转印目的 常应用在浅色的巨织纤维上 热转印技术也能够用来制作陶瓷盘、拼图等商品 三种不同转印方式所搭配的转印纸质 一、干式转印法 要介绍的第一种干式转印是运用涵杆压型粘着剂的转印纸 用施加压力的方式让油墨与粘着剂一起转印到商品上 常见的应用像是玻璃、金属、纸类等都可以 转印贴纸是文创产业中的热门商品 是自由度比较高的转印纸材质 而由于印制方法是贴在物品上,与一般热转印比起来时效性较低 二、热转印法 热转印的技术原理是先将图案印在热转印纸上 经过热转印设备加热到一定温度后 转印纸上的图案就能直接转印到商品上 热转印纸的应用材质非常广泛 适用于各种克制化商品印刷 使用在浅色或白色商品上的效果油加 三、水转印法 水转印贴纸跟纹身贴纸是相同的概念 将转印贴纸沾水带转化后 在丝起表层的胶膜并粘贴于物体上 带表面干燥后即转印完成 水转印纸应用材质非常广泛 不过因粘着度相对差 建议在转印完成后再加热或喷上保护膜来延长寿命 转印纸使用四个步骤 一、调整转印纸大小 热转印技术非常普及 可应用在衣服、马克杯、帽子等商品上 如果要让转印图像完整的印制在成印物上 要先调整确认好热转印纸的尺寸 确认比例是否合适 二、将图案印上热转印纸 接下来就是将图案印制在热转印纸上 将不需要的部分裁剪 才能使后续的转印作业更方便快速 三、使用热转印机 开始操作 将印制好的热转印纸放到要印刷的物品上 要注意转印纸是否服贴、平放 以及放置印刷品的平台是否水平 确保转印后的成品完美无缺 四、热转印机设定各项参数 不同商品转印所需的压力及温度都不尽相同 把物品放在热转印机上 调整测试热转印机的相关数据 透过加压及加温的方式 图案就能更轻松且完美地转印到物品上了 热转印机推荐一生数位印刷 转印耗材一印俱全 轻松制作没烦恼 马上预约参观印刷设备吧